超級電視臺 在巴黎鐵塔裡面有一家餐廳 以前我都不知道巴黎鐵塔裡面 有一家餐廳 但是後來才進去後 才知道它叫 鐵塔餐廳 對 鐵塔餐廳 它的view也是非常好 大家應該有看過料理屬王 就知道說其實 對 料理屬王 因為它有一個限建令 所以所有的建築物的高度 只能在一個高度以下 所以大家都很平均 但唯一最高的是什麼 巴黎鐵塔 巴黎鐵塔 所以你看到這邊的話 就可以看到整個夜巴黎的這個美景 360度 盡收你眼底 而且另外一張 下一張的話還可以看到他們的 比如說有摩天輪 摩天輪 都可以看得到 非常非常浪漫 而且其他有些說這個 所謂的景觀好餐廳 不一定好吃 但這家東西真的是好吃 薩果媽 薩果媽 對 跑不掉了 所以就相互揮 就可以看到說 就整個夜巴黎的夜景 就在這裡 是 那在這個上海那邊 還有一個巴比餐廳的 對 上海沒錯 這個餐廳它很甜美很可愛 就是它是上海 那個巴比娃娃的旗艦店 全中國唯一一家旗艦店 一到六樓全部都是 跟巴比娃娃有關的東西 國際老師你那麼愛的 那邊把他瘋在裡面 他娘家 他娘家 那它是開在那個淮海 上海的那個淮海路 非常精華的地段 然後呢 在那個五樓跟六樓的時候 它就是有一個巴比娃娃的餐廳 主題餐廳 就是包括蛋糕 它就是上面會做成一個巴比娃娃的頭 然後 像杯墊它也是印成巴比娃娃的那個卡通的圖案 那最特別是它有一個服務 就是你來我們這餐廳消費的話 你可以帶你的小朋友來 特別是小女生 我們要讓你的小女生當作小小model 穿巴比娃娃的衣服抖秀 所以它就有設計一個那個小朋友的T台 生誕台 然後就它真的是有放音樂 然後音樂還會變換 然後就會引導你的小朋友換衣服 然後走出來 那工作人員還會在那個生誕台前面 就是跟小朋友鼓勵 好棒好棒拍手 然後還有攝影師幫小朋友拍照 然後還有錄影師幫小朋友做那個 整個全程的錄影 那棒棒棒棒就可以帶那個其他的朋友 那可能是給你走秀嗎 欸不是 沒有你的攝影師 沒有我的攝影師 而且你的頭髮沒有辦法當肯尼 沒有辦法當肯尼啊 但是它只信小朋友 你可能你走三步可能就到底了 那是生誕台的摩登 這是我覺得最可愛的地方 就是讓小朋友在很小的時候 他就可以體驗到那個專業模特兒的生活 是 那聽說他在這個世界的某個角落 還有一間就是我的娘家 出爐餐廳 我本來是說我的娘家的 哈密餐廳 對 因為這個去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有看完 因為我覺得感覺回到家了這樣 這種感覺 你看 這個就是他們家 規律賓的一個租爐餐廳 而且他們規定這個租爐餐廳 他們其實是一個家族在經營 然後在酒吧 菲律馬尼拉一個酒吧一條街上 它上面就寫說這個 Droft House 就是租爐的租爐之家這樣 然後本來我們以前去大概在台灣或在歐洲 感覺就是要這樣看 去以後就變格列佛這樣 然後更好笑的是 他們每個連廚師都每一個人 廚師 還有在外面招手的這個叫你進來 都是這種很可愛 大概一百多公分的這種租 好可愛喔 然後就叫你進來玩 然後但是奇怪的是 他們每個到整點的時候還會有表演 然後表演的時候我看過比較誇張 然後比較奇怪的是 他們有穿那個 就是芭蕾舞衣 白色芭蕾舞衣 然後再跳天鵝壺 對 然後就一桌跳到一桌 然後就這樣跳 就這樣跳 然後感覺他跳得很吃力 因為本來我們一步就到 他可能要跳舞步才會到 就感覺很違和感 但是又很可愛 好可愛 然後更奇怪的是 對就是他們的全家 然後更奇怪的是 他們的這個餐的餐點的這個量 也是侏儒的size 然後一般我們就可能吃一盤炒飯就夠 因為其實有時候馬尼拉 他那個餐盤還蠻大 因為配合美國人 但是一進去他那邊 每個都是這樣小小一盤 小小一盤 吃不太飽 不過還好是非常非常便宜 一個大概幾十塊台幣而已 所以沒有關係 大家進去就可以吃 但是很奇怪的是 一進去大家就會 因為他連那個桌子椅子 都其實就是要這樣 小小的 要這樣蹲著吃 然後就感覺說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世界 其實還蠻可愛的這樣子 然後會常常 而且他們的好處是 很奇怪的是 你會覺得說他們感覺會 不由自主 會透露出一種很樂天的一種 都很開心 感覺很開心 就是不會說 因為這種先天的這種 不方便或什麼 會感覺到很失望 你看他每個人其實 平常的時候 每人都會笑臉稀稀的 然後他會這樣 感覺很樂觀 然後他會這樣弄米 比如說你來打我 他說Himmy 我說幹嘛 Himmy就對了 然後我就故意這樣推著他 他就這樣打 他就這樣打 比如說我推著他的頭 他就假裝這樣打不到 他就跟你這樣玩 他就這樣咪咪咪咪這樣 踢不到你這樣 他就覺得 雖然本事但是很可愛 他自己也不覺得這是什麼 很好玩 他覺得說上天給他這個身體 就是要好好去飲酒吧 對 很可愛 他就要告訴你說 如果你用比較樂觀的方式 去面對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活得很開心 獨一無二的餐廳 好開心 我要去當王 對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我保證你是最高的 好 接下來呢 是不是要帶我們去太北了 對 這個是我最近 愛上的一個小鎮 他其實非常的特別 因為其實之前可能 大家有聽過什麼 亞西亞孤兒 然後他們其實是孤軍的後代 然後在這邊我們看到 他有一個餐廳 叫做三頂飯店 然後他其實是用客棧的形式 然後這個是從三頂飯店看下去 這個地方叫南湖的三地村 大概住了有兩百多戶的華人 然後他還有那種人力摩天輪 所以你要吃飯之前 像我那時候做的時候 真的還滿刺激的 他是人幫你轉嘛 然後他大概有一層樓高左右 然後他可以 像盪鞦韆這樣 沒有 他是這樣子轉 摩天輪 四個位置 對 然後他就是 因為是人力的 所以他可以弄得很快 所以我們 人力的可以弄很快 他就摔出去 一直摔一直摔 所以我們其中有一個 因為比較嬌小 所以他就是整個半身 是降在外面的 然後因為一滑上去 就可以看到整個山頂的風景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騎到這邊的時候 已經快沒有 我的車已經快沒有油了 所以我騎到去那個山頂客棧 就他們推薦的時候 是真的很漂亮 因為它是在一個峽谷裡面 所以那個山頂客棧 剛好是在正中間 所以你坐在那邊吃飯的時候 是365度都是峽谷的山 非常的漂亮 然後他盡量他點來的東西 也是綁谷的 就像那樣子做的 那時候我坐在那邊吃的時候 我就開始緊張說 等一下可能沒有油可以下去 那我想說 廚房裡面應該有中國人 那我就衝進去廚房裡面看 全部都是娘子君 全部都是女生 然後我說 那是三個姊妹 年紀很輕的 就是國小的那一種 然後會講中文 國小 小朋友 對 弄菜 對 在弄菜 然後一個是弟弟大概四歲 然後我說那煮菜的是誰 他說是姑姑 然後有個媽媽 然後他整個就像這樣子 茅草屋 然後客棧的感覺 然後我們那時候 跟外國朋友在吃飯 我們在點菜的時候 他說你們是台灣人 那你會點你來點 他說那你想吃什麼 他說有沒有比較特別的山產 然後我們就說好有 那我們就跟弟弟講說 我沒有油你可以幫我嗎 那小的弟弟就說 有我媽媽說 他可以幫你弄油上來 過沒有多久 我們就聽到那個四輪車的聲音 那個弟弟扛了一個比他半身 半身還要大的油桶 他說等一下可以幫你加 然後我們就說 那我們要點三雞肉 他說好 但是要等十五分鐘 我說料理要那麼久 好吧 反正沒事 那我們就邊吃邊喝邊等 就大概真的過了十五分鐘 然後那個弟弟又從那個 山坡上面又爬上 他就抓了一隻黑色的五穀雞 然後他說 在這裡你們要等一下 就他真的是下去捕捉 他們不是去買的 就是下去他們養的寵物 然後邊抓上來這樣 感覺還差點點這隻魚 對啊 然後外國看到說 是要現宅的 然後雞好瘦好瘦 因為我們在那邊看到的 每一隻狗都很肥 然後貓也很肥 就他們對寵物很好 就養得很肥 然後對那個食物就是 生畜 對對生畜跟食物就是比較 對可能給的食物比較少 所以那個雞很瘦 就烹煮出來的時候是黑色的 那外國沒看過 怎麼會是黑色的 就雲南很道地的 對烏骨的木瓜雞 真的很好吃 但是非常 口味非常的重 就是很辣 然後因為他們在泰國 所以可能有一些料理是很純正的 有一些是有混和泰式的 所以其實這個三頂客棧 我還蠻推薦的 因為你去到那個地方 會覺得好像真的進入另外一個世界 世外桃園 對就是他們自己是一個小的國家 對因為有種回到未來的那種感覺 那是起光錯亂的感覺 對 那付錢怎麼不然要付 對 反正是投出贏的 笑顏被拿出來 笑顏被拿出亂了 拿出來了 日本推出 可以滿足宅男夢想的咖啡廳 以及德國沒有服務生的餐廳 想知道是什麼樣子嗎 下段回來告訴你喔